網絡紅人兼女rapper譚琦琦 IG帳戶有近百萬的粉絲 除了鬼馬介紹音樂、潮流、吃喝玩樂之外 成為KOL已經有四年的她 明白網上是看流量的世界 廣告客戶只會看like show 所以經常鋪養眼性的上 就是因為我本身個人比較肥 我比較厚 如果你沒有前沒有後的話 看來就是一團豬 即是Lulu豬 我現在很受歡迎Lulu豬 或者是豬扒 即是不想 我始終都要尊重那件衣服 正正因為這樣 Kiki吸引了一群變態followers 她就自爆集結成為奇語錄 我可以給你們看 我正有個語錄 有個奇語錄 我記得我看過一個comment 如果譚琦琦肯幫我戴安全套就好了 即是她這個要求是很搞笑 我聽過很多不同的要求 但她只要求我幫她戴安全套就可以了 這個要求是幾卑微的 但我很好笑 有個就說她自稱她自己是一個斬燒尾的人 她就說她有發訊息和留言都有說 究竟我要斬多少個叉燒才可以跟你共度春宵一晚 我覺得很有創意 各位是任意留什麼都好 我沒什麼所謂 尊重是我自己給我自己 我不需要用別人的尊重去定義我自己 成為KOL多年 最爆的去日出價30萬 邀請譚琦琦陪老闆去韓國出席音樂節 陪老闆去音樂節 都幾十萬 我記得那時候出價還是幾千 30萬陪你去音樂節 你玩吧 這些人我覺得她可能是 特意看看你有沒有做 可能有些人是放些臥底下去 那就挖出哪些KOL明星有種 你也不派出同學 有些人都有這些外界的 也不派出的 始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 但你盡量的 100% 不需要懷疑 我沒有 平心而論 如果我代入在對方 我也要想 譚琦琦五十萬 不值 五萬可能我多給她 五千也要想一想 譚琦琦在2017年 參加中國有嘻哈的時候 見過星級導師五億飯 但她屬於潘維帕一組 和五億飯也只是遠遠見過面 而她也有美女參賽朋友 曾經獲要去飲食 不過對方和她性格一樣 很尊重男朋友 結果就沒有下文